第10次 姚崇彥議員 好,謝謝主席 我猜大家應該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想我留在立法會 因為其實了解做工程的人 就會知道裡面出了一個重大的經濟誘因 令到有些錢不應該花是花了的 現在你們說用1億7千6百萬乘16.5% 所以當時2010年 就估算是給2千9百10萬的管理費給港鐵 接著現在你說都是要用16.5% 不過工程基準費用增加了 那Workback就是你現在用了2億8960萬 這個數目呢 原來根據你們再補充的文件 原來裡面就包了VO和Claims 那就是說做工程的人就明白了 做大的VO和Claims去 那就會收更多的管理費 那這個是管理的一個漏洞 而你在文件裡面一直隱瞞 看看兩件事那個最大的缺失 你一直不告訴本會 不是2910的 而你可以做大條數 可以透過VO和Claims去做大條數 而去就可以透過16.5% 就愈取愈虧 這個是做工程的人都知道的 行不行 潘婷婷對請 哪位答 處長答 就我們在監察廣鐵去推展工程呢 其實我們是要廣鐵呢 如果有這些工程的變動 又或者有一些的索償呢 是要它詳細解釋 那我們是看過之後 是覺得合理呢 我們先政會是同意它這樣做 那所以呢 就廣鐵公司是不可以 即是自己去 好似議員所說的那樣 去做大條數 而是它需要有實質的理由 而是得到我們看過 我們是認為那個真是有需要 然後先政去做的 多謝主席 下一位是梁耀忠議員